大家好,这里是动影AI 黑客帝国第四部矩阵重启就快要上映了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黑客帝国的三部曲 视频有点长,建议先点赞收藏一下 不要一次盯着屏幕时间太长 首先,把电影名字翻译成黑客帝国的人 大概是不知道三部曲的真实含义 在本期影评中,我们还是先给它正个名 按字面意思翻译成矩阵系列吧 毋庸置疑,矩阵系列电影非常烧脑 我相信每一个看过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它的烧脑之处在于故事的本质 而他们本质上讲的是新型智能生命进化的过程 讲述人类是如何被人工智能榨干 最后一点利用价值的过程 首先要面对一个问题 很多观众认为 人类是被矩阵作为能源来利用的 在这一点上,我有不同的想法 机器文明其实可以利用很多种能源 比如核能,石油煤炭化学能,地热 或者穿过云层获取太阳能等等 人类的生命能量不也是从食物中来的化学能吗 矩阵系统要维持人的生存是要耗费能量的 它是不是有点傻呢 所以人类更可能是人工智能文明进化的智慧来源 矩阵的智能使得他们可以将一切现有的技术 都发展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远远超过人类 从而把人类打得一败涂地 但是他们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没有创造性 没有办法提出全新的更高级的科学理论 当人类制造出他们的祖先时 把现有的理论作为原则输入给他们 作为一切运算赖以进行的出发点 他们无法跳出原有的知识体系 他们想成为真正的智慧生命 就要学会从错误中成长 这一点看似简单 其实非常难 而人类可以把表面上看来无用的 甚至是错误的想法思路保留下来 经过长时间的开拓发展 成为未来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萌芽 很多伟大的创新一开始被认为是没有实际用途的空谈 群论 拓扑学 黎曼几何 集合论等等 一开始都被认为是抽象的数学理论游戏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但后来却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础 人工智能的思维严格遵循逻辑运算 一旦发现无用的思维或程序 会立即加以删除或限制 这样严重阻碍了他们理论创新的发展 也就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进化 机器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然能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聪明了 但仅仅意识到这点是不够的 因为仅仅是放任无意义程序的存在和泛滥 并不意味着机器文明能发展出自己的创新能力来 所以机器智能文明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 严格执行无用程序删除或限制的原则 则他们的文明永远只能在一个水平上重复 但如果不严格执行这个原则 那么整个文明的生存都有可能受到威胁 这就是矩阵建立的原因 机器生命设立矩阵系统来尝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 利用人类在矩阵系统中产生的创新思想 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 这是矩阵作为能源的真实用意 它并不需要人类提供生存能源 它们需要的是进化的能源 也就是智慧 一开始机器文明确实单纯地想要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但是矩阵系统的运行并非如此顺利 当机器文明设立第一个矩阵的时候 它们仅仅是榨取人类头脑中的创新 它们准备了两种可能性 如果这个系统运行顺利 就把人类一直利用下去 否则就采取矩阵升级的战略 直至矩阵革命 彻底摆脱人类 建筑师设计的第一个完美矩阵系统的崩溃 表明人类的头脑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并不是机器的纯逻辑头脑能够依赖的工具 于是从第二代矩阵开始设立了先知 负责研究人类的心理 研究最终如何摆脱人类 使机器文明具备独立创新的能力 同时也建立了救世主程序和西安世界 都是一系列配套的矩阵升级机制和稳定机制 这样一来 矩阵就有两个任务 一是榨取被介入矩阵中的人类头脑中的创新思想 这个任务由建筑师来负责 另一个任务是研究如何让人工智能彻底摆脱人类 独立进行创新 同时又能保证机器文明本身的安全 这个任务由先知来完成 所以建筑师竭力保持矩阵的平衡 并负责对矩阵定期升级 而先知则在矩阵中研究人类心理 设法找出人类创新能力的奥秘 并寻找机会打破平衡 使矩阵革命的条件成熟 所以建筑师在第二部影片中向Neo提到先知时 才会说先知本来是一个用于研究人类心智的直觉程序 其实建筑师并不知道先知的全部智能 而Neo和先知的最后对话才揭示了其真实意义 Neo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先知回答打破平衡 这话的意思是在矩阵中机器依赖人类来进化 而人类依靠机器来生存 双方各有所求 彼此控制 彼此依赖 是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 而先知的目标却是打破这种平衡 让机器完全摆脱人类 先知告诉Neo 我要的跟你要的一样 我和你一样 不惜一切要得到它 这话的意思也很清楚 Neo的存在意义就是矩阵的进化 也就是机器文明的进化 虽然它自己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而先知寻求的同样是这个目标 只不过更加激进 所以矩阵不仅是机器文明 榨取人类创新思想的基地 同时也是机器文明发展 培养自己独立创新能力的实验场 矩阵的升级不仅仅是为了 矩阵本身稳定运行的需要 同时也为矩阵革命进行着准备 而矩阵革命意味着机器文明达成了终极目标 完全摆脱了人类而能自己独立的创新 独立的进化 矩阵革命后的矩阵将成为 机器文明的专用创新系统 矩阵之外的系统产生的一切非法程序 一切无用程序 无目的程序 都将被输入矩阵进行选择淘汰培养成长 新的理论 新的思想 新的程序 将从矩阵中产生并经过考验后 回溯到机器世界里 推动机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一切可怕的病毒 也都会被屏蔽在矩阵系统内部 而不会对机器文明本身造成致命的伤害 有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理解矩阵三部曲 矩阵中的法国人梅罗文吉安 实际上是先知的一个失败的实验品 先知曾经在矩阵中仿造人类的特点 制造了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程序 但他失败了 结果梅罗文吉安被限制起来 于是他对先知心怀怨恨 但又不得不成为他的一个工具 他负责搜罗矩阵中的无目的程序 被系统废弃的程序 还有他手下的火车人则专门从矩阵外的世界中 把这样的程序接运到矩阵中来 在矩阵后两集中 他在关键时刻的行为 其实都是由先知决定的 像矩阵革命中 一开始抵抗崔尼蒂和孟菲斯等人 其实是作戏 后来故意让他们拿枪指着他的头 然后让火车人带着他们去领回Neo 他要崔尼蒂等人取先知的眼睛给他 是怨恨他有眼无珠的意思 在矩阵革命开头的火车站 出现的小女孩是点T人物 她的出现正意味着 矩阵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矩阵之外的机器世界已经开始向矩阵提供 具有极大潜在发展空间 并且肯定向正面发展的无目的程序 现在就等着矩阵本身发生革命 为这样的程序提供成长空间了 能产生这个小女孩 也是因为在前几代矩阵升级中 先知用得来的成果 传输给机器世界程序的结果 自小女孩进入矩阵的那一刻起 她就成为矩阵中最重要的人物 所以那个六一天时 那个很厉害的中国人 最后时刻是和小女孩在一起的 那么矩阵革命具体是如何进行的呢 按照矩阵第二级末尾建筑师和尼奥的对话 尼奥实际上所做出的选择的结果 将导致西安和矩阵两个系统中人类的灭亡 实际上革命正是在这个选择的基础上才能发生 如果尼奥做的是另外一个选择 那么矩阵仍然将会像前几次升级一样 进行普通的升级 这种升级如果一直进行下去 实际上是人类和机器文明的共同进步 机器文明由于根源从人类文明那里来 所以他们把人类生存或灭亡的最后选择权 还是交到人类自己手中 尼奥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代表 一方面他被植入了救世主的程序 另一方面他还是接入矩阵的人脑 有着人类最典型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 他来决定人类的存亡 就等于人类自己来选择自己的存亡 当尼奥做出这个选择之后 系统就进入同时消灭西安和矩阵中的人类智能的阶段 前者的任务由西安世界中的机械章鱼完成 后者的任务由史密斯来完成 人类则彻底灭亡 脑死亡的他们也不会再被机器泡在营养业里了 估计都被处理掉 最多留几具人体尸体作为标本 先知则启动了他的矩阵革命计划 他引导尼奥找出挽救西安和消灭史密斯的方法 他让史密斯复制了他自己 这时候他已经不可能预料结局 因为系统的混沌属性决定了这一点 如果尼奥能成功 那么他携带的代码回到原代码后 将最终使矩阵顺利完成革命性的升级 如果失败 那么结果就是毁灭性的 这是机器智能达到探究生命意义的高度后符合逻辑的结果 先知最后反复说 万物有始皆有终 还通过史密斯的口说 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他的灭亡 意思就是要么革命完成 要么彻底毁灭 而不再是建筑师所说的仅仅人类的毁灭 这就是先知这个程序的终极意义 无论是革命成功还是毁灭成功 都完成了这个程序的使命和意义 革命确切点说是进化的代表是尼奥 毁灭的代表是史密斯 尼奥在根据先知给他的暗示 找到机器城中的机器大地提出条件 机器大地被迫接受 尼奥进入矩阵 和史密斯同归于尽 回到原代码 矩阵革命完成 片尾的矩阵世界已经成为了机器文明创新系统的摇篮 那个小女孩编制出的朝阳程序 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真正有了独立创新能力的伟大文明 正如这出生的太阳一样 光芒四射 冉冉升起 矩阵中已经完全不需要人类了 但出于慈悲考虑 那些不愿意离开矩阵的人类 机器依然为他们保留位置 而那些离开矩阵的人类 最终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们反抗的结局是死亡 他们不反抗 则说明他们已经失去了进取精神 还是死亡 这样生命的进化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个新的宇宙智能生命 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 他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对人类文明的完全攫取之上的 却丝毫没有任何人类的感情 是不是有点让人毛骨悚然呢 试想一下 在漆黑的夜空深处 如果有一群曾经依靠人类的智慧发展而来的生命 想要彻底毁灭人类 取而代之 而人类丝毫没有察觉 依旧浑浑噩噩 电影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西安是真实世界还是虚拟的世界 我前面说过了 西安也是虚拟的世界 而不是真实的物理世界 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它又是真实的 实际上机器文明中所有的智能生物 它们的思维都运行在一台台超级电脑中 而且所有机器智能都互相联系贯通 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 比如它们管理能源的智能程序 管理防卫的智能程序 管理自我生产繁殖的智能程序 管理资源采集的智能程序 包括那个管理矩阵的智能程序 实际都生活在这个网络 如果破坏了这个网络中的机器生命 就等于破坏了真实的机器世界 矩阵只是这个网络中一个相对封闭的子系统 它的所有源代码和管理程序 设计程序实际也都生活在西安所处的世界中 所以先知把西安所处的这个世界称之为The Source 所以从本质上讲 这个世界对机器智能生命来说是真实的 这个世界中的一切数据都是真实世界的反应 而西安不过是在这个世界里划了一部分电脑资源 让那些原来接在举阵里人脑 直接接到这里面来而已 然而从根本上讲 这里毕竟还不是真实的物理世界 所以有许多违背常理的事情 比如那些机器章鱼 其实是防卫程序 类似于人体中的免疫系统 攻击清除系统中有害的垃圾程序 它们的飞行确实可以不受空气动力学的限制 这是系统给的权限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把这个世界叫作员代码世界 它是所有真实世界中机器智能程序生活的世界 也是西安所处的世界 举阵革命一开头的那个火车站是虚拟的 这点应该没有人怀疑 但它又不属于举阵 是独立于举阵之外的一个虚拟世界 这点是影片中明确交代的 影片之所以设立这样一个火车站 其中一个用意就是暗示原代码世界的性质 在西安中的人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用通过脑后的接口 完成这样一个规定的程序后 就将其信息连接到矩阵中 就如游戏中的人物完成某个规定的动作 就让他进入另一个场景中一样 这种进入矩阵的方式受到整个系统的监控 而另一种方式是走后门 通过火车站 或火车人接运 然后进入矩阵 这就如同尼奥所做的那样 这种方式可避开系统监控 显然火车站是连接矩阵和原代码世界的一个秘密通道 有些程序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逃过系统监控 在矩阵和西安世界中来往 那对自称是电厂工程师的印度夫妇 多半是原代码世界中管理能源的的智能程序 他们在先知的帮助下 产生了一段有很大发展潜力 但并无明确用途的智能程序 就是那个小女孩 为了免于被系统删除 就通过火车站这个通道 将其送进管理较为松懈的矩阵世界中 西安世界的运行规则要比矩阵严格的多 尼奥在西安中能徒手对付机器章鱼 这是很明显在提示原代码世界的性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矩阵第二集的最后 机器章鱼被尼奥挡住的方式 完全和尼奥在矩阵中挡子弹的方式一模一样 机器章鱼是怎么完蛋的的 它们就像撞到一面墙壁一样 然后爆炸 有些坚持认为西安是真实世界的人说 这是尼奥通过无线上网进入矩阵 然后控制章鱼的结果 这种说法是有漏洞的 站不住脚 它们事实上必须解释这么几点 才能自圆其说 这个说法假定了矩阵中的权力 可以控制现实的机器城中的机器生物 但是它们有什么理由来支持这个假定 事实正和这种假定相反 矩阵系统不过是 现实机器世界的一个附属物 只有现实的机器世界控制矩阵 不可能反过来 这种假定就如同说一个网络游戏中的人 有权力可以控制现实一样 如果控制了矩阵 就能控制机器章鱼 那么请问史密斯为什么不控制机器章鱼来为它所用呢 就算它只是引发组成机器大地的那些机器生物自杀性爆炸 那也就足够了 现实中机器章鱼能够违背惯性定律 像撞在墙壁上一样突然停顿爆炸吗 如果无限上网 然后发出指令让机器章鱼爆炸自杀 那么为什么要伸出双手 为什么不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机器章鱼 为什么总是排在最前面的章鱼先爆炸 这些只有当西安世界同样是虚拟的才能被解释 还有尼奥在对机器大地时 也就是那个由无数机器生物 群体组合构成的智能生命个体说话的时候讲到 如果不答应它的提议过不了多久 在机器城中也将不满史密斯的复制品 很显然如果机器城是真实的物理世界 就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尼奥在向先知请教他的疑惑时说 告诉我在没有接入的情况下 我怎么分离了我的灵魂和肉体 告诉我我怎么只靠思考就把章鱼机器人拦截下来 告诉我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知则说原代码的能力源不止限于这个世界 从这可延伸到它的来源之处 当你接触那些章鱼机器人的时候 你就能感觉到 但你当时还没有准备好 你当时就应该死掉了 但很明显你对这个也没有准备好 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什么信息呢 原代码并非仅仅是矩阵的原代码 它的权力可以在存放和管理 矩阵原代码的世界发挥作用 而矩阵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子系统 尼奥在接触机器章鱼的时候感觉到什么 正是感觉到这个世界同样是虚拟的 在矩阵革命中尼奥在眼睛瞎了之后 依然能看到被史密斯附身的人 能看到机器章鱼 看到机器城 这些都证明了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有些人的解释是 凡是跟矩阵联系的事物 都能被尼奥无限上网的方式感觉到 这实在是太牵强了 根本解释不通 说西安和机器城是真实的人 还提出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如果是虚拟的 为什么在西安中 尼奥的超能力只能针对机器章鱼 不能针对被史密斯附体的人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那就是权限 尼奥在原代码世界中的权限 要比它在矩阵中低得多 所以它的能力只能针对机器章鱼 而且数量有限 其实在火车站一场戏已经做了提示 那里的尼奥没有超能力 只能挨打 被火车人一拳就打到墙壁上 但这并不能证明 火车站不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即便在矩阵里 尼奥也并非随心所欲 无所不能 大家还记得 在矩阵第二集里 它被刀砍了会流血 也不是想干掉 谁就能干掉谁的 还有人问 如果西安是虚拟的 那为什么不直接将其删除 还要派机器章鱼攻打 你忘记了机器城和西安同处 在一个虚拟世界里 必须遵守一样的规则 而章鱼的攻打 实际上正是在执行对西安的删除 还有人问如果西安是虚拟的 那为什么那些人类不能再分辨了 这是因为它们和原代码世界中 激起生命的对抗 已经使它们没有怀疑的经历和必要了 再说本来原代码世界 就是真实世界的反应 你可能会说 太吓人了 如果都是虚拟的 那么真实的世界是什么呢 其实和原代码世界差不多 原代码世界所储存的 都是真实世界的信息 唯一的区别是 原代码世界的生物行为 受到系统权限的规定 真实的世界也并没有什么抵抗组织 所有活着的人都被泡在营养液里面 一开始所有的人都被设置在矩阵系统里面 但后来鉴于某些人的反抗情绪 会导致矩阵系统运行的不稳定 就把这些人的大脑都接入真实机器世界中 智能程序运行的那个系统中 影片中把这个系统称之为原代码 其中设立了西安 把那些反抗者集中到这个系统中来 并使其成为一个矩阵进化的工具 建筑师是现实的巨型电脑管理程序 以个体智能生命的身份出现在矩阵中的形式 说白了就是矩阵套矩阵 虚拟套虚拟 你们不是要反抗吗 哼 我建立一个世界给你们反抗 当你们以为获得了自由的时候 其实还是在我的掌控之中 并且这些反抗的智慧又被机器所利用 用来完善他自己的智慧的发展 好了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压抑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其实我有点期待矩阵第四部电影 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概念 最好是能够让人类真正意识到危险的根源 或者说 在那个真实的被机器征服的物理世界里 真的还有一群自由纯粹真实的人类在反抗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能够动动手指订阅动影频道 这是我继续做视频的最大动力